真的大雨了 超高 超高 寒冷無聲將夜幕深深淹沒 搬過天空盡頭的角落 大雨在夢境的覆盛裡 有我 冥默裡沉睡的燈火 都留回最初的 小雨相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了 一起淋過雨的人 有了呀 我就要記住我一輩子了 人民日報27日發了奧運版 十二維引MV 為永不延棄的中國家而加油 國務院國資委 新聞中心官微 和國家廣電總局信息中心官微 發佛轉發MV 國家媒體重視它是有道理的 青少年榜樣正能量歌手 不過咱就是說 一首周深和IQOO的合作曲 生而為贏 多次出現在重大事件中 IQOO真的贏麻了 所以廣大金主 多找周深合作吧 此外周深新專輯 《反身代詞》新歌 《VALALILOVA》 29日0.1接鎖上線 《VALALIL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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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著深深輕盈躍動的歌聲 見證同品的信號 劃過天窮奔向你的他 再說周深另一首新歌《解密》 27日六公主旗下眾多官微 如電頻道 如媒體中心 中國電影報道 1905影視頻M 觀影團等軍上傳了 電影解密公開課片段 片段中 陳思成解密了和周深合作的緣分 以及說周深歌聲有神性 還有這個電影的主題曲 是找了我們的 也是B站的老公 又周深演唱的 我以前聽過周深那個大鱼 我特別喜歡 然後我覺得它那種聲音 有一種性別的模糊感 就是它那個中間的那種聲音太高了 你分不清有的時候 對 雌雄莫辯 當然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很空靈的 接近有一點神性的聲音 這很難得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大家給我推薦這個人的時候 推薦這個時候 我都說可以啊 那時候我關鍵特別臨時 因為我們這個曲子寫的很晚 就成的很晚 拿過來的時候我們在找歌手的時候 都已經很晚 我那時候已經在奧地利在錄音樂 那時候還沒訂歌手 我說那找周深吧 挺好啊 那就訂夠周深吧 結果 剛訂完沒幾個小時 給我發消息說 周深在奧地利 在維也納 我在一個城市 我說什麼 真的假的 然後說我們直徑距離 就不到一公里 幾百米 我們都在一個區域裡 就在一個商業區 我那天在咖啡館 我說什麼 我說真的假的 正好他是在錄什麼節目 對 所以我這又是一個天作之和 就十分鐘 真的十分鐘 他今天來到咖啡館 我們就一起喝咖啡了 就我說太好玩了 而且因為那個時候 我剛好到維也納來錄音樂 然後後來我們直接彈定 當時就敲定可以合作 那正好就按周深的key 直接錄的大弦樂 就錄的後面的那個 第二天就錄的那個 大弦 就是因為那個key 就是我們得確定嘛 就 太巧了 就真的太巧了 巧到有點 其實我們這次拍攝的瞬間 好多巧合 都讓我自己都覺得毛骨悚然 電影頻道融媒體中心官微 還上傳了周深和凡西亞的合唱視頻 電影劇場官微上傳了周深清唱英文版主題Code的視頻 周深唱英文版絲毫不遜色於凡西亞哦 大家可以聽聽 周深演唱英文版主題Code 來唱一下凡西亞的英文版歌 來唱一下凡西亞的英文版歌 我唱得怎麼樣呢 我唱得怎麼樣呢 今天我要挑戰一下周深的中文版解密 歌唱出版 remembered 歌唱中文版設 particulierは 聽說的と�� Öyleuna 有沒有 such a todo 歌唱中文版節 真是�hmppING 你 possiamo做了嗎 想响你 推出 reme 這些花見 但是 Pharaoh的話 如芳奔而未够 飘摇一响 如冰上葬火 茫床追茫 我遇见我 大家觉得我唱得怎样 周深轮到你了 说真的周深的歌声真的有一种魔力 无论是欢快的还是伤感的歌曲 他都能唱出不一样的味道 难怪这么多导演都争着找他合作 而且有了周深的加持 电影的宣传效果肯定也是杠杠的 最后说一下周深武汉演唱会之后的密集行程 7月29日周深青岛录制战至巅峰3 应该是飞行一期的嘉宾 接着就是常驻新音宗音乐园计划 目前完成两次的录制 7月31日将会到澳门进行录制 然后8月6日在南京继续录制 9月13日再次到澳门录制 这中间的时间周深将于8月1日 北京录制央视七星晚会 8月4日参加成都第三十七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 8月5日参加北京天猫精灵线下发布会 8月6日至7日在南京录制音乐园计划 然后大概率会直接待在南京 9日进行演唱会彩排 10日至11日演唱会连唱两天 然后马不停蹄的再赶到澳门 进行13日的新录制 周深这个行程和工作量 着实让人佩服 每次都是高阵暗舞台 或者是元气满满的出现在大众眼前 每次青梅子黄霞灵星 未雨过河也翻流成云 数万而集一条五彩山 摘进琵琶一束金鸭 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 遥铺山停送桃花烛影 芭蕉绿海糖红小窗银 浮卦成梨欧万亭 来呀来呀来呀来 来听星蝉的一声 嘘 静静的听 树上金铃熊熊 唱着银铃铃铃铃铃 唱着少年要珍惜光影 风吹起白浪 阿珍夜间放晴 我的天影在四片片月里